版本2 monument 獄館 獲得在滿大館 4萬港元 誰叫你們要去水道夾下潤之後 在桌上的水桶 那我們後面藍色那一台是冰塊 那你們等一下先裝一條的冰塊 加一半的水 裝完冰塊水就可以去水到加蝦子 那它的蝦不會跳起來嗎 在烤的時候 不會 你一定要先裝冰塊水進來 先裝冰塊水 然後把蝦放進去 對 然後讓它活動力澆進去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了 冰塊哪裡 冰塊 我幫你我跟妳講耶 夠了吧 它很夠 你現在是九處小姐是不是 在挖一大勺冰幹嘛 那是一半桶的半桶的冰塊水就好 威力你不要跑 威力 就你了威力 你看我的臉 我臉已經噴了 真的耶 輕輕鬆鬆好不好 很貼心耶 我們剛剛貪心鬼 我們去成了什麼 牡蠣啊 然後蛤蜊啊 然後威力成了肉什麼的 回來的時候他們店家已經幫我們把蝦子拌好了 欸我覺得它這邊的整個體驗 我覺得我進來要先加分 我覺得有耶 因為我去一般其他那種類似泰國蝦 或是流水蝦吃到飽的店啊 他們都是用炭火在烤 因為其實泰國蝦真的很難拿捏它有沒有熟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直接烤焦的 所以你看這些店裡進來的時候 其實煙就不會這麼重 就覺得說 其實還蠻乾淨的 就覺得說好像不會煙磨泥漫的感覺 欸我覺得這種 就是代客料理這種 做一些特殊的食材 然後搭配變成另外一個菜很貼心耶 剛剛天天就說 欸你們有吃泡菜嗎 我說喔有啊 他就說那我幫你們用個泡菜豬 他就過來幫我們炒個泡菜豬 又變成另外一道料理 生意好不是沒道理 新不新鮮就看這一顆了 雖然它沒有很大顆 可是它是整整整一顆 很飽滿的 很飽滿的耶 吃吃看 是有在新鮮的 好吃耶 你的表情告訴我它很新鮮 好吃耶 竟然幫我們剝殼耶 因為其實像我們烤這個鮮 一定要跟它 喔先敲敲門 對很多客人都不會敲它 會想說喔它自己也會開 對可是因為這種烤盤跟炭火那一口 是什麼方便 不太一樣 喔 對這個熟了嘛 喔這個有黑黑的餡可能還沒有熟 它再一下子 對沒事 厲害嗎我在聽 可以可以那這個呢 這個可以這熟了這熟了 對可以 很常吃 很常 它基本上 無海鮮不歡 蛤 所有所有店 就算它不是主打海鮮 它也把它當主打海鮮 很明顯它這邊是小很多啦 對啊不是主打鮮科 對它不是主打鮮科 對 喔可以接受 這是像那種鵝啊 那女王請給分好不好 滿分五分 這邊的鮮科才能接受嗎 嗯 是新鮮的啊 只是它很小顆 喔小顆 對它是小顆的鮮科 畢竟它不是主打鮮科啦 很飽滿 我覺得它蝦子主要它很大隻 這蝦可能大 都快比那個釣章釣起來蝦還大了 我的手其實蠻耐燙的 只因為店員說 欸你要幫他剝蝦 你不吃蝦幫他剝蝦喔 對 他就幫我剝了 好難有模式 哇 各位 除了幫子璇剝蝦 還餵他吃蝦 羨慕了吧 好吃耶 真的喔 而且 就不需要任何的什麼 鹽巴什麼 這很好吃 真的耶 我給你炸吃的 可以喔 而且剛剛子璇妳講很貼心 因為我們今天開車 是一人開一台來 所以如果假如說我們 其中只要問了一個人痛風了 還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幫忙開車回去 另外一個人可以幫忙開車回去 好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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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地都水了啦 欸他這邊很讚的是他熟食器也不馬虎耶 怎麼說 他熟食器有蝦餅耶 欸很讚耶 很讚耶 然後他還有很多吃那種熱炒小菜 比如說炒水蓮啊 然後一些什麼 然後都是我們吃到飽 就可以都可以吃的 所以就是當你蝦子吃膩的時候 你可以去吃其他的 甚至你如果不吃蝦人 來這邊吃也不是很無聊耶 連啤酒都不用另外加酒 他連酒都可以一直喝 他剛剛有說酒還在裡面 但因為我們開車 所以我覺得就是親盤好友啊 然後或是一些公司聚會 很適合搬在這邊 很划算 又找一個新的尾牙了 欸我們尾牙 又要搬在這裡 你帶草魚他們來 他們會很開心 對耶好適合喔 哇又滿滿的一盤 OK喔 開吃開吃 吃 哇 欸紫萱 你平常出門都是比較偏 坐邊服務的那種類似的人嗎 對 我都會幫忙弄好 真的耶 我看你從頭都沒有停止過手耶 但你真的吃得完嗎 因為我們已經繞了第三桶蝦了 吃得完 因為我本身也不吃蝦頭 因為有膽固醇過高嘛 那如果其實只吃蝦肉的話 其實是還可以啦 膝蓋有酸酸嗎 目前還沒 有麻麻的嗎 沒有 而且其實這邊餐廳氣氛很好耶 因為老闆會一直跟大家玩遊戲 對啊 因為他當時的時候問一些 比如說烤蝦的汁 這都是店員都有教過的 只要有人理他啊 他就會送什麼蝦拉酥啊 什麼什麼的耶 大家以後來的時候 如果老闆在問什麼 你要踴躍的回應 他就會說 欸你們要點什麼 我交代你們一份 我們跟那個蔡依林演唱會一樣 我們先想想老闆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用個提庫給大家知道 那之後大家來之後 只要回答這些問題 就有機會吃蝦拉酥 蝦拉酥 蝦拉酥在隔壁圍裡 你去跟他拿一口 你說讓我吃一口 剛剛那個隔壁圍老闆的話 就有一盤蝦拉酥 你就跟他要了快點 那老闆我剛剛這個答應 我沒有講我現在知道來得及嗎 吃超飽的 欸我們真的在七點半就衝出來 而且我們完全沒有浪費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那幾桶蝦 然後跟我們拿的那個蛤蜊啊 什麼生蠔 然後全部我們sauce全部都吃完 很好吃耶 而且他平日 平日839 然後假日899 我覺得超划算的 重點是 你們不要擔心 比如說帶小孩來會不划算 他114以下是199 反正他有不同的小孩子 然後不同的價位 剛剛有個臭不要臉的收入 他再來兩公分 399的價格 我只是說他寫說149 我想說我少兩公分 是不是就有399 你151 我151啊 我跟你說你現在量應該沒有到151 那你現在就量 你現在量 我剛剛500塊 因為我才149 屁呀 我覺得我自己認為839這個價錢 平日 然後我們在那邊吃到飽 除了可以吃泰國蝦以外 然後我們還吃了蛤蜊 然後還吃了玉米筍 角白筍 然後豬 然後還有熱炒 一些熱炒 很多東西 然後重點是他飲料也可以喝到飽 然後啤酒也可以喝到飽 如果你今天不吃海鮮 來這邊其實也很划算 你要吃肉吃熱炒都OK 因為像威弟就是不太吃海鮮的人 可是他還是覺得很划算 因為他可以吃很多熱炒 然後很多 然後他甜點 他甜點還有冰淇淋 對還有冰淇淋 然後飲料選擇也蠻多的 沒有我只是唯一覺得他的選擇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是台北的 那邊比較遠 但我覺得其他的都算 並沒有耶 如果真的要為他講一句話是 他下教導就到了 可是你要想台北里林口 確實還是一段路啊 但其實因為就是因為在林口 才可以有這個價格 大家喜歡吃海鮮的 推薦你們 以後如果你結婚的話 婚宴辦這裡 然後你在中間的那個蝦池跳 三進三出從那個蝦池走出來 嗨大家好 然後就 你叫我切一切拉嘎 然後從那個滑下來這樣子 這是子弦的第一套服裝 他是龍蝦公主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